花蓮縣美育交流協會7月份開始 在施工所的市民一郎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展出 集結了多元英文人士有書法、國畫、油畫、水彩、攝影、應用美術等等 每個月還會更新主題 讓民眾可以看到各個領域的精彩創作 不管是國畫、書法還是各類油彩創作 衣服服、精美作品映入眼簾 這是花蓮縣美育交流協會 從7月份開始 在花蓮市公所市民一郎展開了書畫連展 因為我們學會裡面的老師 每一種記憶都不一樣 所以在這個類別上我就分了三個檔期 7月份是博畫跟書法 那8月是攝影跟應用美術 9月是西畫、繞畫 所以每個月展的作品都不一樣 這樣子才能夠給每一個老師都有這個舞台 也讓我們的民眾有欣賞非常多的作品 不同類別的 那這次非常高興可以跟美育交流協會 書畫協會辦理這個連展 那非常感謝他們提供非常豐富的作品 市民一郎這個空間是對所有的民眾開放的 那過去也有個人 個人的各展 或者是團體的展覽 我們都非常的歡迎 花蓮市公所在市民一郎辦理各項策展 讓前往洽工的鄉親 透過作品的欣賞而愉悅身心靈 公所員工也能透過藝文作品 來調適身心 因此市公所每年都會邀請多個不同屬性的社團 在市民一郎策展 希望能讓大家感受到不凡的藝文氣息 美育交流協會 讚 記者 徐立芹 華蓮市報導 華蓮市公所 讚